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据韩国媒体Business Korea报道称,三星电子已将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泰勒市的晶圆的量产时间从2024年底推迟到了2026年,原因可能是考虑到晶圆代工市场增势放缓而调整了建设速度。 此前,在晶圆代工龙头大厂台积电的一季度法说会上,台积电总裁魏哲佳将对今年不包括记忆体晶片在内的全球半导体市场增长的预期下调至10%左右,对于今年全球晶圆代工市场的增长,由原先预计的20%下修到了14%至19%。 而之前一直强劲的汽车电子市场,今年可能也将面临调整。 就在不久前,全球最大电动汽车厂商特斯拉宣布了全球裁员10%。 尽管晶圆代工市场需求增势或将放缓,目前记忆体晶片市场表现却相对强劲。 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盈利前景预计将比去年改善。 投资机构预期,SK海力士第一季营收将达12.1021兆韩元,营业利润为1.7654兆韩元。 2024全年营业利润超过21兆韩元。 三星电子DS部门业绩改善,第一季营业利润将在7000亿至1.8兆韩元之间, 2024年整体营业利润约35兆韩元。 此外,扑光机大厂ASML先前的一季度财报也显示, 旗径系统的销售额由去年四季度的56.83兆韩元将至了39.66兆韩元。 一季度新增订单金额为36兆韩元。 其中6.56兆韩元订单来自EUV也低于2023年一季度的38兆韩元, 更是远低于2023年四季度的92亿欧元。 因此,在市场需求预期降低, 以及此前在大流行期间纷纷上马的众多晶圆厂扩产或新建项目, 接下来都即将启用量产的背景之下, 也使得外界担心未来可能会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 目前,台积电在日本雄本厂的第一座晶圆厂已于今年2月开业, 第二座晶圆厂预计将于2027年前投产。 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纳州的投资已经提升到了650亿美元。 其中,4奈米和3奈米晶圆厂将分别于2025年、2028年投产, 合计年产能超过60万片晶圆。 而日前宣布的第三座美国晶圆厂预计可能会在2023年量产2奈米。 与此同时,英特尔也计划在美国亚利桑纳州和俄亥俄州分别新建两座逻辑晶圆厂, 此外还向欧洲和以色列各地建立新的晶圆厂。 同样,三星近期也宣布, 未来几年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投资金额由原来的170亿美元提升至超过400亿美元。 拟意的投资将把三星在德克萨斯州的现有业务转变为一个全面的生态系统, 用于在美国开发和生产尖端晶片, 包括两个新的丙线罗际晶圆厂, 一个研发工厂和位于泰勒市的一个先进封装工厂, 以及扩建他们现有的奥斯汀工厂。 除了三大晶圆代工巨头之外, 中国的晶圆代工厂商中芯国际、华红等近年也在持续扩产。 特别是在在先进制程发展受到美国限制之下, 中国的成熟制程晶片的产能正在快速扩大。 此前数据显示, 今年第一季度中国晶片总产量同比飙升40%, 达到了981亿克。 另外,从市场需求端来看, 虽然智慧型手机、PC等消费电子市场需求开始恢复增长, 但是后续的可持续性依旧有待观察。 三星电子正准备在2024下半年 量产三奈米Exynos应用处理器AP。 一类人士认为,此局可能是一旦三鸟。 首先,通过采用尖端的三奈米AP, 三星旨在挑战智慧型手机竞争对手苹果的主导地位, 并向领先的半导体代工厂台积电, 以及竞争对手高通制造商施加压力。 业内消息称, 三星预计将于2025年正式推出代号 Sulliman的三奈米工艺, 量产准备工作已经在进行中。 消息人士透露, 三星设备解决方案DS部门负责晶片设计的系统 LSI部门已于2024年初完成流片。 该项目现已转移到半导体代工部门, 该部门正在努力制造圆形晶片。 知情人士表示, Sulliman的设计过程进展顺利。 三星的代工部门现在完全专注于 批量生产三奈米Exynos。 AP作为智慧型手机的大脑, 对产品效能影响显著。 随着三星在Galaxy S24系列中 引入人工智慧、AI功能、 AP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 三星旨在通过采用 三奈米GAA全环绕炸机工艺 来满足市场对增强AP效能的需求。 有传言称, 新的Exynos AP将超越之前的 Exynos 2400, 后者采用4奈米工艺, 用于Galaxy S24系列中。 分析师预测, 如果三星遵循其技术路线图, 新的AP预计将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 集成到Galaxy S25智慧型手机的生产线中。 此举可能会显著增强 三星在系统、半导体市场的竞争力。 另外,除了3奈米产品, 韩媒ET News报道称, 三星已经启动了代号为 ZITES的2奈米应用晶片AP项目, 计划2025年量产, 将以Exynos 2600晶片的名称, 于2026年装备在Galaxy S26系列手机中。 特提斯·ZITE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海洋女神, 是破琉斯的妻子阿卡琉斯的母亲。 特提斯是一名宁浮仙女, 但却嫁给一个凡人, 而生下了特洛伊战争的英雄阿卡琉斯。 消息员Roland Quant认为, 三星计划在2026年推出的自家Exynos旗舰晶片中 采用自研的GPU核心。 总体来看, 三星现有的Exynos 2400晶片, 型号为S5E9945, 明年推出的寄人晶片, 应该是Exynos 2500, 型号为S5E9955。 这两款旗舰晶片均配备AMD合作打造的SLEEP GPU。 三星和苹果公司目前正在2奈米晶片领域竞争, 三星的优势在于有自家的代工厂, 可以更紧密地商业化2奈米晶片。 苹果公司也在积极布局2奈米晶片, 苹果公司营运长Jeff Williams已于5月下旬访问了台积电。 最新消息称, 双方举办了一场秘密会议, 苹果将包援台积电所有初期2奈米公益产能。 由此可见, 在三星在3奈米仍然在打磨, 2奈米紧急公关之际, 台积电的2奈米公益已经彻底让苹果蛰伏。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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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